好的确要小心喔 同事下雨天来看看 有人穿雨衣来砸车 怎么回事 桃园丁禅出现两位 就是穿着雨音的男子 前往这个项能间的民宅 结果呢 二话不说四处 Kling Kling乱砸车 这个两人不但砸车 甚至还大胆的爬进车里头 东翻新找 行径可以说是相当的恶劣 目前警方已经调阅了监视器 锁定涉案的车辆进行追查 画面中两名穿着雨衣 黑的男子大摇大摆地走在马路上 途中还不停走步右盼 接下来两人像是早就锁定目标 走入民宅巷弄中 下一秒两人突然举起棍棒 朝前方的小客车狂敲猛砸 一下两下从车尾一路砸到车头 其中一人敲碎黑色小客车的玻璃后 还从右边车窗爬进车内 东翻起找 两人沿路连手 爆砸旁边停放的车辆 一下砸后视镜 一下敲碎车前挡风玻璃 几乎可以下手的地方都不放过 两人砸了多辆车后拔腿逃跑 夜晚传出巨大的敲击声 引起民宅主人注意赶紧出门查看 发现停电的车辆凹损 玻璃碎了一大片 车主马上报警处理 发现现场共有六辆自小客车遭到回损 警方随即调跃周边监视器画面 已锁定涉案的车辆 事情发生在桃园观音区 14号凌晨2点 由于民宅主人平常并没有和人结怨 也不认识两名男子并不清楚两人的犯案原因 警方将会根据监视器通知相关嫌疑人 道案说明厘清详细案情 接着刘志然叶玉娜桃源报导 社会焦点还要持续带大家来聚焦 你看看炒成这个样子 新北市板朝这位王姓男子 吃宵夜到凌晨3点多 还跟朋友当街大声的吵闹喧嚣 楼上邻居睡不着 生气气炸从楼上丢了这个水平来抗议 但王姓男子很不高兴 用随身携带的焰火来反击 巨大的爆炸声响 吓醒了好多的民众 警方依照社维法移送法办 新北市板桥大楼住户 睡到一半被爆炸声惊醒 警方货报道场协犯已经逃逸 但地上还能看见一大片烧焦痕迹 一查附近没有面会活动 竟然是深夜聚餐吵闹 硬发纠纷 原来王姓嫌犯凌晨和朋友聚餐 楼上住户疑似不堪其耳 拿水平往下砸 嫌犯因为过去摆摊卖过爆炸 他竟然随身携带烟火泄愤 最后被依受违法送办 在路边疑似因聊天过大声 遭附近大楼居民丢止水平警告 王贤心有不甘固置 机车车巷内取出烟火 并在路中央施放 半夜扰林在先又怒放烟火暴覆 失去乱放烟火发现视角 若引发火灾后果不堪设想 记者王志文陆雨昕 本土确诊不是连六天都破万例了吗 对家长清新赶快来关心 急诊医师田之学发文感叹说 历史要重演了 为什么他这么说 还记得吗去年 当时万华爆发了查医馆群聚市 发了60万细胞检讯 现在是60多万已经去诊 而且还即将要破70万 医护真的累了 不能够由急诊医护 跟使用急诊民众承担风险 他肯请政府帮帮忙 好 不过我们政府真的能够帮忙吗 来看有地方政府来帮帮忙了 台中市的防疫关怀包 里面含有什么还真的蛮佛心的 有口罩 有快筛 有吃的也有喝的 甚至还有药价 2000元很难买的血氧机 堪称是五星级的关怀包 不过市府强调说 血氧机不是赠送 是要等到如果你康复解割 你要赶快找回来 可能还有其他人可以用 目前血氧机的找回量 只有一成 所以台中市府呼吁大家 有借要还好不好 宣布即日开始不再主动提供 关怀人员致电询问 如果有需要才会派专员来配送 温度计 还有一大堆吃的 确诊者打开台中市府送的 居家关怀包 口罩食物快筛试剂 应有尽有就是不见最重要的血氧机 按这个它就会显示 血氧的指数是多少 台中市府为确诊者准备防疫关怀包 内容物堪称豪华 其中药价2000多块的血氧机 不是免费封送 而是解隔离后必须缴回当地卫生所 目前市府发给居家照护民众 有五千三百台血氧机 正在回收的有三千零四十三台 大家却占用不还 害得后面的确诊者拿不到血氧机 目前全台中血氧机库存还有七千四百一十一台 数量还算充足 但发出去的要不回来 已经让市府修改出这方式 目前民政局财道德劝说还没讨论罚则 希望民众拿出功德心 把吸氧机留给其他有需要的人 记者韩西里云杰台中报道 疫情爆发 虽然没有境内用 但民众吓到很多人不出外用餐 也冲击了餐饮业 台南指标的国华街 以前的假日人几人 现在大街空荡荡 排队的美食几乎都没有人 业绩惨跌六成 高档的古籍餐厅也hold不住了 推出了防疫便当 业者喊苦说 这一波比去年三级还要来得惨 热乎乎的土托鱼根 蔬菜满出来的知名春卷 台南国华街排队美食每到假日 人龙排超长 但现在却空荡荡 这里有隔板 大家还是会怕 照理说我们现在应该是排队的状况 结果你看我们前面没有客人 疫情大爆发 虽然中央没升级 但民众自主防疫降低外出用餐 国华街空荡荡 跟以往假日比一比真的差很多 春卷老板娘最有感 因为生意雪崩式下滑 不仅小吃店被疫情搞到惨兮兮 高档的古籍餐厅也hold不住 民众被疫情吓坏 不敢内用 推出高档防疫便当 咖喱加进黑松露 特级雪花牛香煎猪排 希望挽救业绩 现在疫情内用比较不好 对啊 那他们的餐品真的还不错 上次如果三级警戒的话 我们还可以淋修 但是这一次我们没有就是说 不能内用嘛 所以我们都要把它做准备好 但假以又餐饮业者犯祈祷而行 炫在疫情高峰时刻盛大开幕 两年前因为疫情而停业 这一次回归60年老店也调整营业作法 以前只接团客 现在改精致路线 业者滚动式调整 希望能够突破疫情 这一关 只有台南嘉义 最后报道 最新的消息为大家来插播 根据了中天快点TV网站 所掌握最新讯息 新北市石门区 临山比海岸 在今天上午9点多 有民众发现了一具女服尸 呈现了大字形 趴过卡在胶岩当中 警销人员接火爆之后 立刻赶赴现场 把死者救出 发现遗体已经明显的肿胀 身上只有穿了一件黑色内裤 而其附近并没有任何证明文件 至于详细的死因跟身份 还有在海巡队 要调查厘清 这最新的消息先提供给大家 好 当然同步还要来追踪了 脸书抱怨公社 有网友上传这段影片 截取了其中一个画面来看 居然看到在高速公路护栏旁边 有一个身穿黑衣短裤的男子 双手抱着一位幼童 坐上高速公路的护栏 根据上传网友描述 这段画面是13号上午10点多 第一眼就在国道3号北上 长置到屏东路段 从截图画面您可以看到 男子为了让幼童坐上护栏 还垫起脚尖 看起来真的很惊险 我对此国道警察获报 已经展开调查 目前还暂时不清楚 男子的身份跟动机 如果查到 稍后也会有完整追踪 当然头目还来更新 看见台湾之美了 我们换一个心情 这个疫情期间 我们来看看美的事物 南投摄影玩家 十多年前迷上的是苏石摄影 时常利用工作之余 上山下海 开着自家的吉普车 四处啪啪噪 到处拍 光有钱就耗费了 上百万元 而拍摄的期间 必须要忍受 蚊虫叮它咬它 还冒着山区 很冷酷寒天气 不过它毫无怨言 最近集结了三十万张的照片 制作长达二十分钟的精华集 真的让人相当赞叹 积积大山 旭日东升 阳光洒下 搭配着日出流铺 或者是到了夕阳西下 火烧云的震撼美景 夜晚的清静山区 更像一幅童话故事中的 发光城镇 但最让人震撼的就属这一幕 云层中雷电交加 拍摄照片的摄影玩家说 全台走透透 拍出的三十万张照片中 就属这一刻 令他印象深刻 十多年前爱上缩时摄影 与他本业卖助听器毫不相关 却一头栽了进去 这些年来他风雨无阻 开着吉普车上山下海 累积了四十万公里数 光是有钱就耗费上百万 但辛苦又代价 发现就是原来台湾是 一个很美的地方 缩时的方式让我们发现 原来漫步掉会看到更多美景 甚至过去曾有外国人 因为看了他的缩时影片 专程到访台湾 透过镜头将台湾之美 传送全世界 记得曾伟霞 年份并无鹏心 南投报导 水晨抗菌液 它比较特别的是 它的成分是微酸性电解次力酸水 所以是温和不刺激 所以是没有残留 没有污染 一天使用很多次 也不会刺激你的肌肤 小朋友孕妇都可以用 我们可以到快点购来购买 也可以输入燕淫的 推荐代码 CTI我发发好可以有折扣哦